三十六歲的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中佩軍罹患肺腺癌 到台北榮總接受手術 今天順利出院 他哽咽的形容 人生像是按下重新啟動鍵 其實中佩軍的媽媽 十一年前就因為肺腺癌過世 但說到肺腺癌 他就是肺癌的一種 死亡隊一直都排名在前三 過去就曾經有不少名人 像是孟子歌手 鳳飛飛以及文英阿爺 還有善國錫等人 都是死於肺腺癌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要提醒 如果您是有家族病史的人 一定要定期檢查 送上鮮花 向主治醫師表達感謝 臺北市議員中佩軍罹患肺腺癌 手術成功 哽咽宣告重生 回鄉母親和阿姨 都因為肺腺癌過世 中佩軍接受例行檢查 發現幼肺異常增生變化 立刻決定切除病灶 一直不敢告訴自己六歲的女兒 我剛剛說我要出一個任務 所以我會幾天沒有回家 然後他說什麼任務 我說我去抓一種蟲 我昨天去看他中佩軍 我覺得說這麼年輕 怎麼會得肺癌 臺北市長柯文哲 過去曾經洩漏 前總統陳水扁的病情 哀罰兩萬 沒想到這回又洩漏中佩軍得肺癌 還好他沒有在意 肺腺癌是肺癌的一種 屬於非小細胞癌 在肺部出現節節 根據國健署日前公佈的資料 二零一八年癌症發生率 肺癌位居第二位 死亡率排在第一位 包含煙害空氣污染 長期暴露在重金屬或化學下 家族病史和肺部相關疾病炒菜油煙 都是危險因子 醫師提醒有肺腺癌 家族病史的民眾 必須密切注意定期檢查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提高存活率 華視新聞 江聖宏理事見台北報導